哇 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來開箱的這個是來自Intel的CPU 它非常特別,因為它是媒體版的 這個目前還沒有上市 現在時間是10月26號 這個會在10月28號 可以開始播放這個影片 這個重量是1635公克 來開箱它 打開來盒裝以後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CPU的排列的樣子 那這個它中間是四個 這邊是八個大盒 所以這個應該是12900K的 太漂亮了 把它拿起來 這邊是一個風景畫 這邊是 這是刮傷的嗎 有點刮傷 這個是哪裡 Older Lake 一個湖啊 它真的有這個地方 然後中間是Intel的 好重 這怎麼拿 這個裡面有東西嗎 好像沒有 所以我猜它應該是要我們把 這個裝在一起吧 我猜是這樣子 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玩法 那底下應該是CPU吧 這樣子嗎 我這樣子拿起來 哇哦 好激動啊 i9跟i5欸 這樣就拿起來 i9 i5 那我們就把盒子放到旁邊好了 這邊還有一個大一個字 所以它還是主打電競 所以它還是主打電競 盒子的背面 有 Copyright 哇靠 好大顆啊 這 這比以前也搭太多了吧 哇靠 然後這邊 這個i9 i9 嗯 這是i5 那我們來看一下 Intel新款的處理器的重量 跟上一代的對比 最新的12900K重量是35.5公克 而上一代的旗艦 11900K 重量是27.5公克 所以真的拿在手上的時候會發現重了不少 那你剛剛數據來看的話 大概已經重了8公克左右 體積部分可以看到 新款的跟舊款的寬度 其實是差不多了 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高度的話 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高度是不同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長寬 新款的 新款的寬度是 1.1mm 那機板的厚度是 1.1mm 所以機板其實有補了一點 那舊的 舊款的厚度 盤殼的厚度 是 4.26mm 那舊版的 機板的厚度 是1.19mm 所以機板真的有變薄一點了 由於NDA的緣故 效能跑分實測最快要下禮拜 11月4號晚上才能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想要測試什麼跑分軟體 可以在留言跟我們說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